發生在上個月 臺南第二分局 兩名原警遭到 零性嫌犯攻擊殉職 今天是兩人的告別式 總統蔡英文等人是到場致哀 頒罰包養令 也追進兩名原警為巡官 蔡英文也承諾將會改善警察執法制度 與相關修法 告別式會場素木典雅 要送別兩名英勇殉職的原警 上個月二十二號英查張車 遭零性嫌犯攻擊而殉職的原警 圖明城曹瑞傑 五號舉行告別式 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等人到場致哀 頒發包養令等勳章 並追進兩人為巡官 蔡英文不捨警戒 痛失殷財 強調會改善警察執法制度 也將檢討外醫間制度 兩名殉職原警將入寺中列磁工後人敬仰 會場外也出現上百名退休原警 不捨警員遇害拉百步條成情 要求判離性嫌犯死刑也要重視原警權益 全情的中華民國退休警察人員協會呼籲政府正式原警執法受到的限制 修捕漏洞外也開放原警在危急時刻採取強制作為 更要保障原警退休後的權益 也提醒蔡英文不捨 別忘了曾說過要當警察的後盾 記者王若婷 陳顯坤 溫正恆 臺南